三途一报五千节 不是五千年 五千节 辗转六道 这六区就是六道 何日重逢 你亲爱的人 你亲密的朋友 遇不到 且重逢一步相识 那就是重逢未必 再相识 所以说 灰烬五岐 我们如果真的 把这个四十真相参透了 那么我们现在 有缘见到的这些人 自自然然会非常珍惜 因为我们聚会的时间不久 在这个世界会很珍惜 我们别后之分手之后 再见不到了 真正参透 这个四十真相 要想 我们永远能够重逢 还能够重聚 我们永远能够重逢一步 只有念佛 修善既得了 念佛求胜既度 这个心 为什么呢 不再留到里头了 不再舍法界了 把舍法界 转变成一真法界 八十一转 这就转掉了 统统转掉了 那个时候 重逢 也能够 相识 你有神通 你有智慧 于是 世尊哀之 去行世人 何不成此 强劲之时 你身体还很好 还很健壮 你应该努力修善 将于代之何时也 你不能再等待了 你等待就来不及了 人老体衰 难于今修啊 你修行困难 没有体力了 如涅槃经营 加世 这是佛教主 教主加世 譬如 甘浸 既被亚以 子无佛味 甘蔗 亚尘直了 还有渣子 渣子没有味了 甜味没有了 这个被亚乙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人老了 老了 这人快乐的滋味没有了 就像甘蔗的 这个已经压得差不多压光 壮年 甚色 一夫如是 这个一定要 要尽觉到 即被老亚 无三种味 人老了 这三种味就没有了 第一个 出家味 第二个 独送味 第三个 作禅味 这是什么 法味 法味也没有了 出家 万云放下 一心向道 求学心解 寻思防有 静修道意 第二种呢 读送 经典 上有 古人 跟佛菩萨 作空有 第三个 是作禅 禅味 所以年老者呢 摄三种味 故应 既是 努力 切莫 吃 我们现在还有精神 还有体力 他认真感 再不敢 再不敢 吃了 这三种味 就是 节定会 出家 吃节 读送 智慧 坐禅 禅定 戒定会 三许 智慧 到年老了 都不行 随年老 就 一行 念佛 求生 净土 这就对了 这三种 三种事情 年龄过去 不再高 无论 在家 出家 一句佛号 念到底 把他守住 像我在前面 讲了 祖师 教导 我们 不怕念旗 只怕 觉知 一定要奋法 把佛号 抓紧 不能叫他 审念 我们决定 能成就 每一个人 身体状况 过人不一样 这是佛报 比较少数的人 虽然年岁大了 体力还不转 前面这三种位 还有 就是 戒定会 还有 怎样呢 也不必修了 念佛要紧 为什么呢 念佛能成佛 我们终极的目标 就是希望在这一生 文文荡荡 做佛曲 这是世线 这是世界第一等智慧人 不再干别的了 那我们时间不多了 距离老化已经很接近 就要万元 就要万元放下 一心念佛 事出事件事 不要问了 不要管了 再要管这些拉扎事情 我们自己去不了了 还搞六道轮回就错了 大错特错